欢迎收看小鱼的孕期日记之 继承闺蜜孕妇妇装 哈喽 大家还记得一诺吗 二开了 然后几天就要生了对不对 所以说我今天有一个 非常重要且开心的事情就是 继承她的孕妇装 我买了很多衣服装 我都还没来得及穿 然后我的孩子就一定要出来了 我今天就决定把这些衣服 拿给小鱼给她好好搭配两套 好开心呀 宝宝要不我去化妆的时候 你也去搭配两套 没问题啊 说 咱们来平停一下 三分不屑四分 绩效五分 漫不惊心 毕东宇 今天必败无遗 这两人咱还比拼起来了 那行吧 那我先化妆啦 你们挑 也不知道他们俩会给我挑什么样的衣服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边皮肤变得老差了 可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原因 有那么一点水土不服 还有在家上换季的原因 脸都是动不动就泛红 所以说这次来伊诺家 我也把修理可塑修精华带上啦 这瓶都已经快用空了 我每次皮肤一红 一不稳定的时候就会用它 质地是这种绿绿的 然后还带了一点植物的味道 每次用它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安心 就舒服了 我超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 血红起来是属于那种特别无脑的 就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泛红 它都能很快的消下去 像换季的时候 有的时候脸颊泛红啊 鼻液泛红这些 我就会涂一点 然后每次涂完之后 就干点什么其他的事情 很快 然后再照镜子 它就已经消下去了 像很多女生其实泛红 都是因为皮肤比较敏感 然后底层有红热嘛 它就还能帮我们去眼后屏障 调理机底肌臼呀维稳呀 全部都照顾到了这一屏 真的挺厉害的 现在涂完之后 等一下就可以上妆啦 因为我之前给我老婆 经常拍那种牛仔风的照片 最初我还希望 我老婆穿牛仔风 首先裤子是这样 然后裤子可以这样翻出来 就很好看 有两个吊带的背选在里面 外面我找了一个特别帅 特别帅的牛仔外套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哇我有点期待它穿出来的样子了 我也很期待 偶然手下败将 听说刚刚有人在拉抬我是不是 来看一下 我给我们家小鱼准备了一个白色的 泡泡裙 还有一个他最喜欢的粉丝的套装 两个给他选择 我都可以给他搭配的很好看 你都以为你成是属于要外奖 来吧走 你们挑的是什么色系的 我都是白色系 刚才是牛仔 你都以为你怎么这么喜欢挑牛仔呀 别问 问就是喜欢 上底妆 这个吸收还挺快的 也不黏 上底妆也不容易搓泥啥的 真不错 喜欢 再来梳衣带我头发 差不多了 我们去试他们的衣服啦 他们两个人挑后的衣服 已经在这里啦 我感觉我老公给我挑了这一套 真的是跟他以前的风格一模一样 真的还蛮好看的 他每次搭的都是这种 非常的拽捷的感觉 真的是一种叛逆的宝妈 完了我给你我要输了 就是 你给我搭的 哇 果然还是女生更懂女生 我感觉这个更适合我的风格一样 他给我找了一个这样的小发圈 还有这个芭蕾鞋 和这样的一个小白袜 重点是 很舒服 不勒 好好看 好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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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穿完了 你们更喜欢谁搭的呢 我个人肯定是 非常支持我姐妹这边的 又看又好看 王宅也喜欢对不对 贴贴 好了 那我就把这些衣服打包回家喽